大家好 今天我想在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 五方佛其中一方中央的大日如来 又为毕如遮纳佛 他深沉白色 是在五方佛当中 他是居位于中央 深沉白色光芒五至中 这个清净法身毕如遮纳佛 他也是在五读当中 对峙我们的吃读 佛法来说有根本三读 其中的吃就是代表无明 无明就是对于所有实相的真理 并没有理解 因此总是遮蔽在黑暗当中 所以大日如来 毕如遮纳佛他所展现的就是如日光太阳一般 把我们的无明吃念全部扫除了 所以毕如遮纳佛 游如浮云毕日不见光明 所以在虚空都是万里无云 非常晴朗 那就是光明广大 如果有乌云飞过来遮蔽了太阳 那就是会让天色转为黑暗 那是一样的道理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内心当中 不断的在内心的无明吃念当中去理解他 去检视他的话 我们就会被吃三毒之一的根本 就是吃毒就会干扰住我们 让我们身心不得安宁 让我们不明真正的实相事理 所以我们当然会在生与意当中 照下非常多的不善行不善业 所以大日如来 他就是一个清净法身 代表我们所有的众生都有一个光明灿烂 灿耀如日光一样光明的本性清净在里面 所以我们应该就要在这个部分 我们要现在开始来去体会理解 然后好好的在这个部分去挖掘他 去实践他 那今天很欢喜在这个部分和各位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那也希望下次见阿弥陀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